各位好 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不诚实的可怕 许多人都认为 说一点小谎 或是讲一些稍微扭曲夸大的话 无伤大雅 其实谎言就是谎言 它是罪的起点 最近一份美国记者协会 做的调查显示出 只有6%的人 对新闻界表示相当的信任 而85%的人 认为新闻报道 正确性十分的重要 根据另一份卡洛普的调查 有18%的人 一点都不相信新闻的报道 超过半数的人 认为媒体太倾向自由派 在川普做总统的期间 新闻界一天到晚发布 小道新闻 从不具名资料的来源 为的就是要吸引群众 保持广告的收入 很少有记者愿意花功夫去研究资料的可靠性 或是主动的调查会去引爆新闻的事件 难怪记者的诚信度越来越下降 只能够靠 两派极烈对立的政治气氛中 更是以炒热新闻为生意的目标 加上主要媒体多半被自由进步主义者所控制多年 以批评跟难以预测保守派总统为自己的责任 那川普喜欢说夸张的话 这是他生意人的本性 他难以控制自己好变的性格 就更容易成为受攻击的目标 这些错误都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信念 就是说点小谎无伤大雅 圣经中记载 始祖夏娃的犯罪就是从受魔鬼不诚实的对话开始的 当那恶者质疑神岂是真说 夏娃就上当 回答了夸张的话 他说不可吃也不可摸 使得魔鬼有机会讲魔灵两可的谎言 说你们不一定死 而且吃后眼睛就明亮 他可以如神一般知道善恶 当人一开始说谎的时候 魔鬼就有机会引诱人继续说更多的谎言 终必导致人犯严重的罪 因此基督徒要小心 勒住自己的口 不说夸大的话 还有虚谎的言论 因为这是可能导致犯大罪的破口 如果无意间说了夸张的话 发现了就要立刻更正 请求原谅 有个小学生对老师说 老师我肚子痛 老师就让他回家休息 妈妈看到说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小朋友说 老师开会提早下课 回头真的下课了 同学们回来看到他在院子里玩 就问他说不痛啊 他回答说早就好了 你看要小心 罪都是会生儿子的 谎言是许多罪的母亲 求神帮助我们 谢谢 闻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